主料,高筋面粉90克,低筋面粉10克,酵母1克,温水90克,辅量,鸡柳250克,培根,土豆1克,青椒1克,马苏里拉芝士200克,番茄酱,奥尔良腌料,盐,准备时间,移到2小时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预先把鸡柳切粒,用奥尔良腌料腌制,5-6小时备用。 把高筋面粉,低筋面粉和盐到筋盘里混合,用温水把酵母溶解后加入,然后分次少量加进温水,用筷子混合搅拌,用手把面粉都折运,然后室温放置1-2小时,制体积发到辽倍的,室温度而定,温度高的时候,发酵时间短一点,温度低的时候就相对长一点, 把培根,青椒,马苏里拉芝士切丝,土豆切成薄片,把土豆煎成两面金黄备用,这样会让土豆的味道更好吃。 哦,把好的面团是这样的,把好的面团拿出来再揉一次排气,然后改成面饼,烤盘上刷黄油后,把面饼平弹在烤盘里,然后用叉子在上面戳出均匀的小豆,静置5分钟,放进烤炉低层,160度,6分钟。 拿出来后,刷上一层番茄酱,铺一层芝士,铺一层土豆,再铺一层芝士,铺一层培根,一层青椒,再铺一层芝士,一层鸡肉粒,放进烤炉中层,180度,10分钟。 最后铺一层芝士,烤炉中层,200度,12分钟,出炉了,香喷喷的,烹饪技巧,一揉面加入的水,用牛奶代替可能效果会更好,二面银先烤一下会更好吃,三里面的材料,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增减,四芝士一定要多多的才好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